這個空壁上面 原來有借給隔壁的煙酒購賣機 煙酒購賣機在那裡丟了一大堆廢棄的瓶瓶罐罐 玻璃瓶 我們車了大概三四個一頓半的卡車的碎瓶子走 整地整完以後 去做成一個公園 在這個建設中間 我們發現這塊碰壁上面有三樣寶貝 一個清朝的古圍牆 還有一個古靈樹一百多年 還有一個古井 這個公園現在變成這樣 我們把它做成社區小花園 另外在91年 羅洋文教基金委是因為沒有地方可以去 所以我們才找到對面文化館的空間 在那裡設立一個延平老街文化館 既然是延平老街文化館 文化館在做老街新生的運動的時候 主要的工作目標是這樣 也是設立文化館的主子目標 我們希望那個地方是作為文化資產保守文化中心 那很重要的 延平路上面 你看了這些日期時代蓋好的歷史建築 你如果沒有進到老建文化館裡面去 看它的整個空間的話 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就是看一棟一棟方式的那裡 你唯有進到老建文化館 看到那裡面的隔間 才可以感覺到以前人的生活的樣態 讓我們有收集出版一些歷史的資料 還有西羅在推廣這個觀光流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87年開始成立導覽團 一直到現在 我們也出了17版的導覽手冊 那它是很重要的一個文化人才的培育所 這是我們的出版品 等一下我們去對面的文化館 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些這些東西 講到最後 西羅老建要做什麼 西羅老建 我們希望它變成一個很舒服的 可以讓人家感覺到西羅文化的一個地點 老建上面你會變成什麼樣的樣態 其實我們跟各位的形樣商店 有一點點小小不一樣的說 老建有一點點堅持 西羅人他鼓膜 我們希望老建上面以後 可以恢復他的商業機能 到達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就OK了 我們覺得說像現在的三峽老街 三峽老街讓我看到另外一個地點 我到日內瓦去 我到比利時去看到一個城鎮一個古城非常漂亮 那一問我剛好是因為滿街全部都是觀光客 我們去吃一個晚餐 吃那個晚餐的時候跟那個餐館的主人聊天 一問那個古城他已經被登陸為世界文化遺產 然後呢那個古城 我們現在那一天晚上看到的人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外地人 連商店都是外地人 跟現在的三峽老街有一點點感覺是一樣的 另外現在三峽老街 街上住的人大概只有兩層 其他都是外面的人去租房子 然後在那裡做生意 那這種情況下 是我有一點點希望可以避免的 所以我一直期待說 老街上面他的商業機能 到達百分之六十到七十OK了 到達百分之九十 那大概幾個的人都會跑掉 因為會太吵雜 太紛雜 做工作做到最後 把自己的人給趕到外面去 只賺到可能一點點租金 有什麼好處 一點好處都沒有 我們希望這裡變成一個 最適合我們的西羅人最居住的地方 那外面的人來看西羅 我們希望你來參與西羅的生活 不是只有來西羅買東西 我們比較希望的是這種樣販 大概這是簡單我跟大家介紹 西羅的東西 那西羅人 有羅雅文像西羅我們不會離開西羅老街 希望西羅老街以後可以建設出來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良派 那我們能夠做的力量其實也很有限 但是一點一定去做 等下帶大家去看一下 西羅這幾年有什麼改變 然後我們希望再努力的是什麼東西 謝謝大家 各位我拜託 那個非常精彩 我大概分享一下 我覺得有幾個很有趣的事情 在我們聽這個簡報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個是說 大家要會說故事 為什麼說今天 除了來地方玩之外 要怎麼讓大家停留下來 我覺得剛才我們那個執行長 很會說故事 我想大家每一個商圈 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那人家移過來你的商圈之後 你要怎麼把故事說得漂亮 說得能夠把人留下來 來聽你說故事 我們之前有上那個 洪正宇老師的課 洪正宇老師說 你能不能三十秒 把你商圈的特色講出來 我覺得 因為有些 其他同學有上 我覺得那個 還不錯的一個分享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 細水長流的一個 我們街區的推動 每個人大家都在地人 那都會去經營自己的商圈 那你怎麼有 小的議題帶大的議題 那你怎麼從軟的活動 來帶到大的議題建設 一直在循環 一直在做 然後慢慢地把這個 一個慢慢陌落的老街又帶動起來 我覺得是 我們現在在西羅 這個地方看到的 一個很精彩的一個過程 那 那另外有一句話 我可能跟大家共同講 就是 我們之前跟那個 日本的老師講說 那個街區營造 是怎麼一回事 他說很簡單啊 所謂街區營造 就是一個空的 帶酒的空的 在一起做街區營造 所以說 我想大家 在這邊的 待會兒 不是空的就是漢的 我自己也是 就是 大家共同演力一下 就是 一直做 跟牛一樣持續的做 我覺得就會有一些成果 那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會先在這一棟裡面 參觀一下 對不對 好啊 好 好 那我們先在這一棟裡面 參觀一下 然後